《 公司 公司》 許易資產交業平台 JPEX 案件案情簡報會上 香港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 高級警司孔慶芬表示 JPEX 案涉嫌串謀詐騙 利用廣告、社交媒體以及不同平台 通過場外兌換店 以及網紅KOL 的宣傳積極向公眾推廣 該平台的服務及產品 標榜低風險高回報 從而吸引投資者入局 警方十分重視此案 並設立熱線 呼籲懷疑受騙的人士盡快報案 截止昨晚12點 警方已接到1641宗報案 涉案金硬達12億港元 在證監會發出警告後 JPEX 仍提高出金上限至999美元T 變相讓用戶無法提取資金 昨日警方已逮捕8人 包括場外交易兌換店的店主和負責人 KOL 的不實宣傳終於受到了法律的懲戒 近日 JPEX 案進一步發酵 香港警方已涉嫌串謀詐騙拘捕6人 包括KOL 林作、陳怡等 閉圈是否操縮的 以驚人行為搏取眼球 賺取流量、獲得利益 KOL 門獲以習以為償 然而 違反法律則會受到法律制裁 香港大力推動Web 3 發展之際 合規也正在逐步收緊 加密行業也正將走向正規 正如香港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所言 JPEX 的行為不代表整個行業 正因為香港要大力推勤MAP3 政策 在監管和創新取得平衡 不能劣幣驅逐良幣 9月18日 因涉及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案件 香港警方已涉嫌串謀詐騙 拘捕了四男兩女 被拘捕者中包括幣圈 KOL 林作 陳怡 香港警方表示 截至9月18日下午議時 共接獲1408人 就JPEX 相關事件報案 涉案金額達10億港元 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在此之前 香港證監會發布公告 警告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不受監管 也未曾向香港證監會 提出牌照申請 香港警方介入該案件 此後 JPEX 工作人員緊急撤離 新加坡Token 2049 現場 JPEX 交易所上設置提幣限制 提幣手續費999美元T 提幣上限1000美元G 據統計 多達15位明星和KOL 涉及到JPEX 案 其中包括林作 YouTube陳怡 蕭若元 鍾培生 張智霖 莊斯敏 肥媽 閉少爺王貞傑等 中國台灣藝人陳零九也牽涉其中 在被拘捕之前 林作曾發文表示 將配合監管部門所有要求 並親自到警署 提供案件相關資料 並撇清與JPEX 關係 我本身做生意 不是和交易所有關 我沒法真正找到該平台負責人 而另一位被拘捕的KOL 陳怡 則對香港證監會警告 JPEX 大為不滿 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視頻 批評香港政府打壓JPEX 他聲稱 可惜政府無納假新聞法 否則可以看到 證監會全體職員一起入獄 目前 JPEX 以下假理財業免的所有交易 9月18日 JPEX 發布公告稱 9月15日 再次向證監會索取指引 但僅獲得以移交警方處理的回覆 香港區塊聯協會 合法Club 聯席會長唐兒表示 這是香港證監會 自許熱資產新牌照制度生效以來的第一次執法 對無牌交易所的第一次打擊 將推動香港web三行業合規發展 JPEX 在香港投放了龐大的廣告費 廣告大的罪響 KOL DT 招牌等滿大街都是他們的廣告 但是他們沒有牌照 也沒有去申請牌照 這對以申請牌照的交易所而言 很不公平 證監會需要把家密市場 好好監管起來 防止出現更多的詐騙行為 這也提醒其他交易所 必須要申請牌照 對於JPEX 事件 香港立法會議員吳傑莊 在社交媒體上 法文表示 這事個別非持牌交易所的行為 不代表整個行業 正因為香港要大力推勤MAP3政策 在監管和創新取得平衡 不能劣幣驅逐良幣 在其他國家和地區 也經常有網紅名人 大貨加密貨幣被起訴 近期 美國SCC 指控女演員 Bin Silohan Youtube 用戶 Jay Paul 等在社交媒體上 鬥售加密貨幣 拳王小芬洛伊德梅威瑟 和前NBA 球員 保羅皮爾斯 也曾被涉嫌引導投資者 進入加密貨幣騙局被起訴 唐移對加密行業的網紅名人們建議道 在宣傳相關產品前 必須要清楚了解 這家公司和他們的產品是否合法合規 為未獲得牌照的機構進行宣傳 將會涉及法律責任 甚至刑事風險 Mora 創始人 律師吳文謙表示 有明星 KOL 在網上宣傳其為JBEX 合夥人 合夥人一詞 可能令人覺得 這並不止是一般的宣傳和代言 明星級加密交易所代言 宣傳也要小心內容 如果內容有誤到成份 也可能會認定為串謀詐騙 如果 KOL 在網上宣傳一個 未遲牌交易所而另有牌照 這也可能有誤到成份 根據香港法例 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例 U59C條 串謀詐騙罪 可判處最高14年監禁 根據香港法例 第二百一十章盜竊罪條例 以欺騙手段而不誠實地 取得屬於另一人的財產 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 上海萬坤律師事務所律師劉靖表示 在中國大陸 加密行業KOL 也存在類似的法律風險 常見的刑事法律風險 與區塊連行業 不同細分領患的刑事法律風險 息息相關 比如幫助項目方推薦數字狀品 虛擬貨幣 為虛擬貨幣買賣撮合匹配 做信息中介服務 傳播虛假 失實信息等 劉靖要建議 KOL 在發布 轉發信息前 無必確保信息的真實可靠 對於難以證實信息來源 且可能給他人帶來負面影響的信息 盡量不予發布 寧可錯過虛假信息帶來的流量紅利 也不要被武室發布的不實信息所償害 行業分析人士表示 因KOL 的不實宣傳 導致大量用戶受到損失 涉患的記名KOL 卻聲稱自己也拘了錢 這是值得懷疑的 他們事實上賺了多少錢 從來不會對公眾說 現代的網紅經濟 吹聲了過度商業化 過度追求虛榮和曝光 移閉圈的網紅們則更為浮操 在加密行業的財富效應下 不少KOL 為了追求流量不擇手段 很多行為觸犯了人類道德的底線 卻得不到任何的約束 但無論如何 觸犯法律是不可搖述的 也終將受到法律的制裁